我们来看这一题 鱼方每天练习英文80分钟 子鱼 练习英文的时间是鱼方的一又十分之七倍 子鱼每天花几分钟练习英文呢 这里也是一样 鱼方的一又十分之七倍 这是关键 那我们也是以鱼方为什么量 基准量以它为准 鱼方 鱼方 鱼方是一分 每天练习英文80分钟 80分钟 子鱼练习英文的时间是鱼方的一又十分之七倍 这是一哦 然后子鱼练习的是一又十分之七一样 把鱼方的把它分成十小分 子鱼还要多出七分 七一分 这是有十分哦 那这里也是一 这里面也是这里也是有十小分 然后这里是七小分 那这就是一又十分之七 鱼方每天练习英文是八十分钟 这是八十分钟 问子鱼 那一格是几分钟 这一格是几分钟 好我们来看 八十分 有几格 十格 一格是八分钟 那子鱼这有几格 十加七 十七格 好 十加七 等于十七格 一格是八分钟 所以我们乘以十七 八七五十六 写六进五 八一八 八加五十三 所以总共是136分 很简单哦 好我们来看第九题 丽娜每天练习数学五十分钟 坚尼练习数学的时间是 丽娜的三又五分之二倍 那坚尼每天花几分钟练习呢 好 这题跟刚刚上面那题很像 那一样 我们是以丽娜为什么 基准量 丽娜为一 好 这就是五十分钟 那坚尼呢 是丽娜的三 又五分之二 一 二 三 三又五分之二哦 把它分成五分 他拿两小分 这个观念要懂 现在一直用图解 给你们 给小朋友看 让小朋友来去懂 不要死背哦 那这里是五十分 五十分 五十分 然后有两格 那我们来看 这里 一格 五十 除以五 一格是不是十分钟 那这里是不是就二十分 然后这里是不是又是五十乘以三 一百五 一百五加二十就是七十 很快哦 只要观念懂了 这就很快了 好 然后这里 这里呢 是不是十 五十 莉娜的一倍就是一个莉娜 莉娜的两倍就是两个莉娜的学习时间 好,假如说题目是莉娜的两倍 那莉娜的一倍是五十 莉娜的两倍是不是就是五十乘以二 三倍就是五十乘以三 四倍呢,五十乘以四 那三又五分之二倍呢 就是五十乘以三又五分之二 等于五十乘以来 我们来化成十五十六十七 五十就等于一百七十 那这个方法也可以